健康所向 在口干的同时呢 他还有口苦 这种病人呢 我们都把它定为呢 就是一个阴虚火旺型 我们就要用清热 泄火 撕阴的这种药 一般呢 这个方子呢 我都是选阴的是 支柏地黄 来治疗他的这个 阴虚火旺的这个临床症状 要给他撕阴清热为主 第二呢 就是属于气血亏须的这种病人 他的临床症状呢 主要是于失血呢 导致的这种干燥 我们呢 都是要补气血 补气血要增他的经验 这样来治疗他的这个口干 眼干 鼻干和皮肤干燥 还有这个 你同志子啊 就是月经量少 或者是必经 这类的病人呢 我就给他选运的是八蒸汤 来补气血 来治疗他的这个造症 第三种呢 就是肝肾阴虚型 肝阻目 肾阻水 病人出现了口干眼干 时间长了以后 他会影响到中医的这个肝和肾 这样的话 我们呢 就是要滋补肝肾肾 我呢 一般用的方子呢 就是六维地黄汤 加胃 因为单纯的一个六维地黄汤上力量是不足的 我又用六维地黄汤 加胃 来治疗肝肾 应虚导致的这个造症 所以呢 这就患者来了以后呢 我都要用他的临床症状 舌台脉象 我给他分类 再用基础方 再加胃 让他咋滋补经验 让他生经的这些重要 来调理他的这个造症 让他的临床症状得到明显的改善